要是有天被困在孤岛上 那么恭喜你将会得蛇蛇大礼包 这块头实在是太棒了 直接嘎掉处理干净后 你可以直接放到火上烤熟 一口咬下去 百分百是鸡肉味 在海滩上散步时 记得抬头看看上面 或许你就能获得纸椰子蟹 市场上还不一定能碰见买到 在这里可以实现蟹肉自由 这哪里是被困在孤岛上 明明就是过来度假的吧 挑战进行到第11天 那仨原本都想着交易换水喝的 谁能想到阿玛尔因为昨晚的挑战 担心其的身体会支撑不住 所以要断了所有人的水源 这样一来谁都没力气来挑战 记得纳萨只想揍他 既然阿玛尔这样玩的话 以后都别想着能交易了 纳萨将这消息告诉其他人 克里斯表示自己有水源 原本就不只问阿玛尔会交易 庆幸队伍里有乔纳森 不然现在还在为水源而着急 没有人希望他们是唯一完成挑战的 现在就等着对面发起挑战 只是失去工具而已 自己完全能够接受 就看他们敢不敢发起挑战 阿玛尔希望剩下的人能去发起挑战 马卡尼就并不接受这建议 等他们发起挑战就是了 自己还没蠢到冒着失败的风险去挑战 阿玛尔嘴上说着尊重他的意见 但是一直说是为了团队 利比虽然觉得有道理 但是也想按照自己想法来 其实自己早就想回家了 或许走之前来次挑战也不错 克里斯那手被蚊虫烦得不行 早知道就带剑长袖过来了 乔纳森觉得现在出现信任问题 原本这边想着能够友好相处的 可他们一直在出而反而 加上杰和米西赛擂台的统治力 导致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乔纳森不喜欢这样的安排 明明以外求生就是需要合作的 现在不如直接都成挑战赛算了 不能继续这样被剥夺下去 宁愿淘汰回家也要反抗一下 看来很快又有挑战赛看了 纳森现在肚子饿得不行 急需一些食物填饱肚子 莎拉没想他们这边输得这么惨 其实杰和米西并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只是靠着力量和损着攻击获胜 纳森虽然不敢保证自己会赢 但是一定会让他们吃点苦头 莎拉在想接他们有没有找到食物 纳森觉得不用想这么多 自己知道这边除椰子外有什么能吃的 他们也就知道抓海杏可椰子 哪里像是来野外求生的样子 原本是想着用食物交易的 既然他们不想要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还选莎拉别过去交易 对他们那时一点信任都没有 挑战进行到第12天 利比跟马卡尼正商量着要不要挑战 并不是为了什么团队利益 单纯只是利比想回家了 希望能够参加一次挑战赛体验下 输了直接回家 赢了证明自己 反正无论什么结果 他都能够接受 所以大家觉得他会挑战谁呢 马卡尼确定比冷静一点 完全可以等他们受不了发起挑战 或者私下进行交易获得更多 阿玛尔和街道海滩纳寻找食物 要是能再弄到只椰子蟹就好了 顺便探索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 想要深入到里面酒 肯定会经过别人的营地 莎拉对此那是非常不满意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这边没有人会欢迎结合阿玛尔 阿玛尔在七顿供水前 早就想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自己只是想赢得挑战 这又有什么错的呢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蛇生活 仔细找一找或许能弄到点吃的 利比过来跟米西进行商量 虽然现在不会有人来发起挑战 但是自己想去体验一下 米西对马卡尼非常不满 竟然不想为团队做出贡献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过来挑战的 大部分人都是以野外求生为主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米西觉得可以将他淘汰出局 利比觉得自己可以先去挑战看看 米西并不是很看好他 希望能够好好思考一下 利比态度倒是很坚决 今晚就想着去感受一下对抗 马卡尼这边找到纳萨这里 他并不喜欢团队的做法 纳萨知道他们就是喜欢抢夺 一点野外求生的样子都没有 最后肯定是想把所有人提出局 一个人独享那额外奖金 马卡尼原本还不是很相信的 但是经过纳萨一番讲解后 好像真的会有这样的发展 纳萨早就已经看破他们的策略 前期团结后期内斗 大家觉得真的会这样发展吗 纳萨觉得大家的行动起来 对面已经开始限制资源的使用 接下来只会做更过分的事情 现在最好就是能囤积多点食物下来 不仅能够让身体得到能量 同时也能减少对方获取食物的机会 乔纳森他们来到没探索的地区 希望能够狩猎倒点食物吃 不能因为结他们一直赢就摆烂了 今天运气不错发现有蛇在哪 直接用棍子限制住 就能顺利解决 块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大家分一分又好像没多少了 到目前为止狩猎的还算顺利 可里没想到在岸边那发现了不一样的 看到鸭蛋的树枝 就知道上面有吃的 果然就在上面不远处有只椰子蟹 怎么抓住是个大问题 谁都不想手指被夹一下 可里觉得既然是自己发现的 那他就要尝试一下才行 先跟乔纳森到树上看看先 这比想象中还要高 很快就来到椰子蟹所在的位置 乔纳森试着将它爬了下来 椰子蟹失去树之后 只能抱着棍子 斯蒂芬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整个人那时激动的不行 现在要用绳子将钳子捆绑住 今天收获实在是太棒了 大家都可以吃顿好的 而阿玛尔这边在看着海景洗头 里面的沙利实在是人痒的不行 真想将头发给剪短一点 清洗过程那是相当舒服 只不过水的多换几次才行了 刚好被纳萨看到他们这样浪费水源 自己那是非常的生气 他实在受不了阿玛尔的行为 试着去挑衅一下惹怒他们 这样结团队就会耗费更多的能量 吵架也是自己策略中的一环 把阿玛尔的虚伪给揭穿 然后稍微挑拨一下 相信团队肯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 阿玛尔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结合米西都是自己决定去发起挑战的 他可从来没有去强迫过 马卡尼本来就有点想脱离 纳萨这样一说就更想了 希望能跟克里斯好好闲聊 没想到刚好看到克里他们回来 蛇肉加上椰子蟹实在是太棒了 马卡尼感觉自己很尴尬 现在只能快点离开这里回去 食物直接放到火上烤蔬吃 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没有什么比吃到肉更棒的了 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马卡尼将对面带回食物消息告诉大家 米西娜是羡慕的不行 继续这样下去身体肯定熬不住 阿玛尔没想到对面这么顽强 明明自己拥有这么多资源 但还是没法限制住对面 想强迫他们去发起挑战并淘汰回家 这策略现在看起来并不好使了 挑战进行到第13天 利比一醒来就去发起挑战 他并没有跟团队商量 反正自己就是想去体验一下 杰纳编倒是非常支持去战斗 他觉得现在非常高兴 总算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斯蒂芬还在忙着潜水寻找食物 鱼叉捕育自己那时相当熟悉 他可以通过这获取到食物 自己有想过会被对面盯上 只是没想到利比会当面过来诉说 自己并不喜欢通过挑战夺取东西 这可是野外求生并不是竞技场 尽管如此 利比还是想要发起挑战 刚好斯蒂芬去潜水捕育消耗体力 自己觉得有希望能赢得挑战 利比整个人那是亢奋的不行 大家都觉得他气势很好能赢 抓紧时间休息 让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斯蒂芬今晚要面对利比的挑战 自己那是慌得不行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优势 很有可能会失去余差 他们对杰那边非常不满 那毛都不会用 就是想着剥夺别人的装备 真的是一点人情事故都不讲 要不是摄像机在那 自己早就过去搞破坏了 有意思的是 他们之前是一个节目上的 刚好就是利比淘汰了斯蒂芬 该不会又要历史重演吧 无论输赢斯蒂芬都会留在这里 只要不受伤就行了 很快主持人那就呼叫人过来集合 利比挑战斯蒂芬大家早就知道 简单交代后回去做好准备 很快就来到挑战的时间 跟以往不一样的是 挑战有所改变 利比早就已经做好准备 他要再次赢下斯蒂芬 虽然之前节目组中淘汰了自己 但是他也是有所进步的 这次挑战将会采取新形式 需要两人在擂台外准备 等主持人说开始时冲过去抢图腾 第一个带着图腾离开的货胜 双方都已经戴上头盔 比赛一开始就开始争夺起来 利比虽然块头稍微大一点 但是面对斯蒂芬并没有优势 很快两人就纠缠在一起 着急的利比直接用膝盖压在别人手腕上 主持人看情况不对劲 立刻拉开双方 斯蒂芬那手已经没法动起来 医生过来检查一番 发现手指扭伤 疼得他那是哇哇叫 主持人在询问斯蒂芬是否能继续时 米西在那起哄 斯蒂芬强忍着难受要继续下去 大家对米西的行为非常愤怒 克里斯恨不得现在就跟米西下去来一场 双方争吵那时越来越激烈 主持人不得不劝停 没想到米西还想着现在就发起挑战 要不是主持人阻止 克里斯怕是真的会接受挑战 还是抓紧时间完成现在的比赛 双方再次进入到场地内 这次斯蒂芬明显要更加用力 然而还是没有利比那么强壮 斯蒂芬强忍着难受抓住图腾 利比还想着用力拉扯过去 没想到会被绊倒在地上 尽管如此 斯蒂芬还是没能夺下 最后被利比赢下挑战 如果不是手腕受伤的话 斯蒂芬或许真的有机会获胜 利比那是高兴的不行 虽然斯蒂芬失去了鱼叉 但是对面也不会使用 所以就当作大家都没工具罢了 只是手腕那伤会怎么样 结束挑战后 杰纳边并没有火焰 拿下鱼叉也只是让士气提高而已 对于庇护所并没有什么改善 乔纳森这边倒显得很平静 他知道克里斯是想去发起挑战的 乔纳森对米西的喜红非常不满 明明大家是过来参加野外求生的 现在被他们弄成挑战赛了 他也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好 挑战进行到第14天 乔纳森跟克里斯说了自己的想法 他打算今天放弃挑战回家 自己是参加野外求生挑战的 并不是来进行斗计 克里斯没想到他会选择离开 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 明明乔纳森可以什么装备都没有 也能够顺利在这熬完25天 都怪米西他们恶劣的行为 趁着自己对这边还开心的时候离开 他不想回去后 都是米西他们欺负人的记忆 克里斯知道在这里挑战非常难受 要找个机会干掉米西才行 主持人也来到这里询问 乔纳森考虑了很久 他觉得是时候退出挑战回家了 可能会有人会说自己是在逃避 但自己真的已经很努力 换做是你是乔纳森的话 又能够坚持多久呢 就这样乔纳森选择退出挑战 真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决定 对于米西他们 乔纳森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虽然说节目组想制造点冲突矛盾 但是自己并不喜欢这样 还不如早点回家休息 最后他将衣服送给克里斯 希望挑战结束后 还能够约出来吃顿饭 看着乔纳森退出挑战 克里斯那是伤心的不行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